Google網站應該都知道吧?Google網址 更多裡面的雲端硬碟有沒有 雲端硬碟 一個帳號就有15G的那個免費空間 15G非常好用了,我常常拿它來備份 而且一個帳號就有15G了 那所以你多申請幾個你就有很多個15G了,像我至少10個帳號啦 那10個帳號之間又可以互相分享,所以 不過當然你花個 它這邊有一個數字,我把它登錄進來,它其實這個也不會算太貴 其實它大概 因為我有買過,我之前買的時候是舊方案 就是一年的話花5塊錢美金,我想5塊錢美金買20G 5塊錢美金大概就折台幣大概 150嘛,150開場電影都看不到 所以我想說這很划算我就買了 我很多年2014年就 2011還12就買了 那所以我現在有46G的空間 那已經使用39G了 我覺得有點不夠用啊,所以有點想要買啊 那你會買100G的話 一個月 才兩塊錢 大概 60塊台幣 一年的話也才 720塊 其實不算太貴 那可以放100G 那如果你擔心有什麼隨身疊病毒的話 你可以 丟上去 盡量用雲端來開 就比較減少 就是 擦水身體一擦上就中毒的問題發生 但是他有缺點 那就是說 對於網路的那個 連線的需求非常大 第一個 那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針對各位的需求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說我希望可以把一些檔案可以分享給其他人的話 用什麼方式啊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建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你可以制定一下 這有點像是你自己的 電腦裡面的那個 檔案總管之類 你可以先建一個資料夾 然後呢你可以把檔案怎麼樣把它放進去 那放上去的方法有 我的習慣這樣 你就建一個資料夾之後有沒有 然後把你的檔案找到比如說我今天要把上禮拜的文字函數的資料有沒有 分享到雲端上去的話 你可以用拖拉的 放上去 就可以了 那他會自動幫我傳上去之後的話 再轉換成他的格式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這個是沒有轉換的 Excel 轉換 之後的就是Google的試算表 那這個圖示是 Microsoft的試算表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這些東西